说时间呢 还是来到这个1998年 几月份呢90月份 啊就是十一左右 也就是咱们这时候啊这个左右 说98年的10月份 左右这一天呢咱们得说是从交易男的 故事一直延伸到小城延伸到大志 啊那咱们之前都讲过 一个人物哎叫谁呢 叫这个双战大哥双战大哥 老家是这个啊河南 省应该是叫清风吧 有个地方叫清风县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就这个地方的人 他有个弟弟啊是他的堂弟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孰家的啊有个弟弟 叫双宝 当然了也姓吴啊双宝呢 当时在河南也没啥事 比小城大这么两三岁啊 宝哥就是那种典型的这个 实惠人啊 这个宝哥后期跟这个小城他们认识之后啊 你看小城跟大志他俩互相损 互相玩包括文彬他们啊 哎说互相损损友有啥事 他把这好事自己扛哎不好的事 往别人身推 但直到宝哥加入改变这个帮派 这个团伙里面啊 咱们把他形容一个太子帮的团伙 说他呀 这小子傻不叠叠的 实惠人 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啊 有事就是 哎我干的 就就这么个性格啊 因为啥 因为早期他也知道 他也不傻 咱说实惠人是实惠人 这傻逼啊 他为什么刚开始 跟这个团伙接触 啊接触的时候 他为啥把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呢 那他不也为了讨好小城跟大志吗 因为他知道小城啊 受到了普正大哥的重用 那想挣钱 你看他哥 双战大哥不咋记不管他 为啥 因为双战大哥毕竟不是他亲哥哥 在一个双战大哥 两袖两袖清风的这个人 他也不给下面活了损 所以说他弟弟也没啥大钱 明白 那当然了也不缺钱 给河南老家摆点事 也你给面都能挣点钱 但是他们这种花销啊 他谁都想挣钱呢 所以说宝哥也想挣钱 那鸡尾的故事从谁身说呢 这时候啊 就得从这个鸡尾就得从宝 把宝哥就得找出来了啊 那不就在这个双战大哥家吃饭认识的吗 吃完饭就不出去上外面 叶总会玩吗 哎 这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这一天这个故事从谁身说呢 还得从这个 哎 河南的一个大哥 王荣江大哥说起 啊 说王荣江大哥呀 没啥事 这个时候已经不在哈吉店呆里了 天天往这个大志家跑 后期他妈就给大志家住了 啊 有时候住酒店 有时候住大志家 那当然了 花钱砸的 给大志砸的明明明明明 也非常得劲 那用钱一个亿两个亿的 那这朋友 拿了就他妈 哎 那说还不还都行 那谁不 谁不得劲 所以这个非常喜欢这个王荣江 说这一天呢 王荣江呢 在这个沈阳啊 跟大志两人聊天 啊 王荣江就说了 说志哥 那个过两天 我要上趟河北唐山 啊 你要是没啥事 跟我一起溜达溜达 志哥一听 上唐山干啥去 啊 唐山那个地界可不消停 自古以来 那就是 那就是东北虎唐山狼 你不知道吗 那唐山的地方 我跟你说 挺乱的 哎 因为志哥了解 最早志哥 唐山做过买卖 啊 是是是 讲话了 王荣江就说了 我上唐山呢 没别的意思 我上唐山呢 哎呀 我这 志哥讲话了 有啥事你就说呗 坏事啊 还做生意啊 我少刺激怒的 我唐山有个哥们儿啊 那个唐山那个地方 为什么说自古以来 是治安不咋特别好 为啥 那地方有钱人多 矿多啊 各种矿 各种金属矿 钢矿铁矿 你包括煤矿 那老铁有矿的地方 那就有利益 有利益就有人的冲突 所以说那个地方 自古以来就不消灭 而且唐山的社会 老铁我告诉你 不必让东北插 这个唐山狼 东北虎唐山狼 那就把唐山跟东北呀 哎 就是这两个地方的社会人 给你放到一个城市上 说白了都挺他妈狠 尤其是八三年菜刀队 都知道那严打的时候 就从八三年菜刀队 就从唐山开始的 那这小疯 唐山我跟你说 这玩意挺野 那废话不多说 说王荣江就笑一笑 就说 说我想上趟唐山呢 我手刺的呢 我想我想去玩两把 玩两把 你上唐山玩去 不是 你这最近我发现 你这怎么 这个 迷上赌博的呢 龙江啊 因为大致作为 王荣江的这个大哥 他已经认可 王荣江这个兄弟了 说讲话了 说龙江啊 你便学那个这部江河啊 你再把这个 基本家产再给输没了 啊 王荣江一笑 这个 江河能有多少身价啊 十来个亿 输了就拉了 我不测牛逼 我一年不挣不挣 大致价话 你打住 啊 下句话 你说啥我都知道 啊 一年不挣不挣 挣几十个亿 对吧 不是 这个啊 我这 知道你有钱 但有钱呢 这玩意儿我跟你说 一个赌 一个赌啊 那不能斩啊 龙江你看你玩两把 咱们在 沈阳大伙 麻将不也挺好的吗 啊 小城啥子 咱们玩呗 哼 那个赌哥 你们玩的吧 说实话 有点小 怎么打不起精神来 而且输赢没啥意思 你们缺钱 给你拿点就完了呗 我赢你们 也不是弄回事 我唐山那哥们啊 说唐山那块 这个挺好 有一些这个 哎 这个没老板呢 还有还有这个 矿老板呢 哎 都他妈挺有钱 输赢就是上千万 都不疼的那种 我干两天 赌哥一听 行了 我这劝也劝不住 啊 人家有钱的 王龙江有钱任性啊 一年不输 他们几千万上亿 他不得劲啊 九七年一年输 六七个亿 大致一听说 那我也不 我也不劝你了 你愿意去 你去吧 啊 但是呢 我也可以告诉你 给你脱个底 唐山咱有哥们 啊 社会上 绝对是大哥级的 你要这么啥事的话 你找资哥 啊 资哥还能摆平 哎呀 那太好了 资哥 那我可就去了 啊 你不溜达 我不去了 这不吗 王龙江自己一个人 也没带资哥 也没跟小城 这宫那元南 他们都都都没带 自己一个人啊 这就上唐山去了 啊 那老鸟 唐山那边呢 也有这个接待 王龙江的 王龙江够断位了 啊 今晚的故事老体啊 唐山的这些人物 我给你捋一捋 你多少都能听 听见点啊 这个唐山都知道 唐山的社会 在九十年代 比较牛逼的啊 说八三年菜刀队 唐山很快又崛起了一批银 那就以大所二所啊 这个红尔红铃 这哥俩为典型啊 那就是 哎 大所二所啊 这个三宝 四脑袋 五雷子 这个三宝啊 也就是这个杨树欢 咱们也讲过 啊 这个五雷子跟四脑袋 他俩属于哥俩啊 这个就这几个名言 但实际上 唐山的社会大哥 有很多很多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有人说唐山大所是一把 其实也不是 比大所牛逼的还有 真正的九十年代到2000年 最牛逼的是谁 是董四哥 啊 董三 为啥董四哥牛逼呢 因为因为董四哥 他哥牛逼 他哥当时从澳洲回来 然后这个投资 做产业做啥的 他哥跟二代在一起玩 能摸着二代的大哥 那是真正的大哥 哎 你要是改这个 只是改当地说 说白了跟这些领导啊 说跟这个什么 六三门搞好关系 说有帮兄弟 有点产业 那只能说是当地的大哥 哎 不能说是什么的 什么一把大哥 真正玩上高端位的 那底是啥 那底是多少 全国性的 说白了 给他们哪块都有点面子 最起码在省内都好使 哎 这种那是属于大哥 三老外这会儿还不行的 那后期有钱了 慢慢的 三老外98年的时候 钱还不大 那废话不多说啊 现在董思哥集团也厉害 郎帆启航 基本的故事主场地 哎 就奔唐山了 那王荣江乐乐呵呵的 来到唐山之后 当然了 他肯定带个司机啊 一个助理啥的 哎 这个来到唐山呢 这边有个大哥 也接待这个四哥了啊 也也也 也接待这个 这个这个龙江大哥了 一见这个龙江大哥啊 哎 也非常客气 因为都是有钱的人嘛 这个层次的 哎 当时就给龙江大哥 接待到一个宾馆里 啊 王龙江讲话了 说来嘞 说你看这个 他哥们叫小义 说这个义啊 啊 你说来嘞 这些就是给我整个橘子呀 这些都都说挺好的 说唐山之嘎的手上也大 说钱都无所谓 啊 给我接着个橘子呀 那个龙江啊 别着急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晚上 明天啊 明天我带你上橘子 我跟你说 这些橘子人老好了 而且啥事没有 输赢 他们脸都不红不白 我跟你说 前两天都有输 他们一个多亿的了 过亿的 脸都不红不白 是吗 这王龙江讲话 这选手跟我差不多啊 这行啊 啊 你整个小了小区 输点钱 在鸡头酸脸的 啊 废话不多说 当天晚上大伙喝点酒啊 没啥事 人招待他一下了 第二天 早早的 上午啊 十点多钟 人家啊 就接上王龙江 领着王龙江司机 包括对面来俩人啊 就是招待他的朋友 就给他接到了 当时当地一个商务会所 啊 唐山的一个商务会所 也就是一个酒店里边吧 啊 来到这个酒店的一个 特大包房里边 往这个屋里这边一推 人不躲啊 就十五六个 那老铁 他这个橘子呢 一共可能也就 二三十个人玩 说白了 今天有这个五七八个 没来的 可能是忙生意 哎 反正就这些 锅里钱 三十来个人 有钱的当地富豪 在一起玩 这把这个 啊 这个 这个大义呢 就把这个 谁呢 把这个当时咱说了 龙江大哥就领屋去了 啊 一进屋啊 就打招呼 哎呀 啊 哎呀 起哥 哎呀 哎月哥 哎我给你们唠唠啊 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那个 我一个东北的 啊 那个一个这个 哈尔滨的一个好哥们 啊 王龙江 哈吉店的一个老板啊 这个跟我关系 非常好 你看我也不玩 他这朋友不耍钱 说你看我也不玩 啊 我哥们愿意玩两把 上我这来窗门去了 啊 看看那个 啊 有啥说的吗 没啥说的的话 啊 这个 让我哥们玩那天 众人瞅瞅 因为都唐山本地的 唐山这么说吧 也挺排外的 说实话 啊 这别说哪个地方 人这哪个的 正常要是不认识 肯定不能跟你玩 人家这些老板 都他妈有钱 输赢自己锅里的 对不对 今天输明天赢的 瞅瞅 这个 王龙江 王龙江吧 长了一个胖胡的 一个面扇的脸型 一瞅也不是那个 阴贤狡诈的人 啊 再瞅这个 他这个朋友大义吧 人家听讲 一个当地 说 其中有一个人啊 姓刘 叫刘月奇的 就说话了 说那个 没事 啊 这不大义的朋友吗 啊 那就玩呗 哎呀 无所谓 这玩输赢人不大 哎 这个几百万上千万的啊 点倍他妈能输一个亿 点不倍他妈几千万够玩的 玩呗 没啥说的啊 哎 这叫刘月奇的 也是当地一个非常有钱的 一个大哥 哎 都管叫起哥起哥的 当时的有四十五六了 说 起哥说是玩的 就玩呗 那就 哎 大义点话呢 龙江大哥 那我就不陪你了 都是好哥哥啊 啊 那个你们自己在一起玩 我那边还有生一生的事 啊 然后啥时候走啊 你跟我打招呼就行 他这个当地的朋友 也不是什么社会人 做满卖的啊 正经人 这不就给龙江大哥 给接出来的吗 可能跟哈吉田 还有点业务啊 王龙江讲 说你去吧去吧去吧 没事没事啊 啥说没有 啊 江哥啊 这块玩傻玩的 我告诉你 你像别人是吧 你他们之间扒了账 哎 最后几天一算 因为这些老板不可能说 带上千万来 来什么壳的呀 现金啥的 说你也一样 但你放心 你给他玩 啊 你说你玩一个礼拜了 完事之后 你不想玩了 之后一算账啊 谁欠你钱 就给就给你解了 谁也不得差钱的 啊 这里边的人 我跟你说 都他们有几十个亿身价 这王龙江一听 那行那行啊 就这么跟他朋友走了 朋友走了 王龙江往这一坐 他们玩啥呢 啊 老铁啊 就玩这个 哎 排酒了 要不就是这个 什么装啊 闲啊 就这这百家烈啊 等等吧 只玩了三天 这志哥呀 老铁啊 就来电话 给谁也给王龙江 因为王龙江去了 好几天了 志哥挺惦惦的 志哥这也是挺热心惨的 跟王龙江处的也好 哎 就给龙江大哥打电话 王龙江就挤了 喂 哎 哎 志哥啊 哎 龙江啊 怎么样啊 啊 你这去了三天 不过打个电话 输了瘾了 这都是晚上了啊 他们每天是白天玩 晚上不玩 这个局子 因为晚上可能 各个有个人的消遣生活 就上午十点钟 成群 哎 到下午四五点钟 哎 这一上午下午的啊 中午可能还管顿饭 晚上不玩 这王龙江 天天晚上回酒店 这不是额来电话了吗 哈哈 志哥 啊 为师傅赢点啊 赢点赢多谢 哎 赢个一千五六百万 啊 赢得些呢 哎呀 小钱 这咋这老板呢 人都不错啊 我跟你说 输赢点的不红不薄的 而且这个还挺热情 这中午我们吃的也挺好 还管吃管住的啊 我玩两天呢 我就回去了 这个 龙江啊 你注意点 因为毕竟啊 人在外地 而且呢 我跟你说 唐山也挺乱 你别要再给你设计了 都知道你有钱呢 不能 我那朋友呢 那乖都老好了 你别先放点水 再再 再基本上 再基本上 整你 再再 再咔你啊 不能不能不能 志哥你想多了 啥事没有 这这就 就是我输了 输他妈几千万 当开心的 我无所谓 哎 啊 得劲 志哥一挺 那行了 那那那那 那这么地吧 啊 那你们啥时候回来啊 啊 再玩几天的 还没玩够呢 好好好 啊 那早点回来啊 龙江大哥把电话掉了 这是 这是前三天的战果 接下来啊 又玩了当时第六七天 那也就是十天左右就过去了 啊 每天早出晚归的 反正王龙江晚上也不玩 白天玩啊 玩到当时咱输了 第十天左右 王龙江赢多少钱呢 赢了两千四五百万一共 来回拉锯 他有时候不能说 他天天赢 有人说的是 王龙江自己一人赢这么多呀 这么说吧 他们这个局子吧 都是那种傻大个 说白了 都不是什么职业赌徒 像赵三人那种的 不是 都是老板在一起扯毒的 那王龙江呢 他经常在一起 他经常耍钱 他可能是 王龙江跟赵三人 那是没有可比下 但是要跟普通人玩的话 王龙江那也是老耍 明白 就是严家评级 和经验啥的 人家经验也丰富 所以王龙江跟他妈玩 上前就像中学生 跟小学生打仗似的 王龙江一瞅 这帮人也不行啊 哎 讲话了 看口子这张大哥的 看着也不准 王龙江啪啪啪啪啪 反正杀了两千多万 哎 两千三四百万 这钱他们也赢完了 这王龙江一瞅 时间长 拉锯也没啥大意思了 你想赢大钱赢不着 人也不跟你赢壳 这这一天吧 玩到第十天 王龙江也是累了 也不想玩了 王龙江就准备要走了 这不吗 这个钱呢 谁输的呢 这个钱多数啊 一个老板输多钱 这个老板输了三千多万 啊 输了三千多 管王龙江自己一人 就咔他两千多万 啊 别人也赢点 啊 就这些天多数啊 就这个老板输 多一点输个大号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叫刘岳启 啊 四十多岁 说刘岳启输了 这王龙江讲话呢 这一天晚上回家 还跟这个大志说呢 啊 之哥 我明天清净仗 我就回去了 对对对对 啊 赢两千多万 那 我不行给他连点 凑两千就凑个掌得了 挺开心的 都挺好 行行行 哎 哎 之哥 那行 那我明天清完仗 我明天可能就会谁啊 哎 好嘞好 好嘞 电话一落 这个咱说这个刘岳启啊 我跟你说 这人可不一般 啊 基本他是主角 刘岳启这些天 他妈输了三千多万 有钱没有钱 啊 但刘岳启啊 心里不得劲 平常刘岳启输钱的 从来他妈脸不红不板的 哎 说这个王龙江呢 你妈的 老七八黑龙江的 说话一个苦吐了咖味 因为王龙江本身吧 文化程度也不高 说话胡的 胡的刚急的 挺直性的 而且呢 他是老东北人 哎 要了解点的 那啥子都知道 唐山跟咱东北的 原来社会干过仗 那时候在 约在双方的约到哪了 说磕到他妈四平的 磕到哪了 啊 那是讲话了啊 那可不是妖传 唐山自古以来不服东北啊 中小子也狠 东北那也觉得 他妈从来不服唐山 以前的社会 他们本身就不咋合 最糟 哎 干过仗 当事人说了啊 结果是啥 干个平处 当年啊 是八十年代 这时候这个 这批就有点 有点觉得啥 说他妈钱 他们让唐山 让这个东北的 叫王龙江的 那可有点呆 哎 说你看这玩意儿玩 我今天输了三千万 我下月点高 我再赢了老李的 再赢老张的 哎 我赢回来 你这小子 他们赢完走了 我上哪赢回来去 对不对 而且这批是不是老千啊 当时他一度怀疑 王龙江是老千了 哎 其中在玩的过程中 他都找过一个朋友 哎 可能懂点的 说你给我看看 说这个比他妈的 东北的小子 是不是他们老千啊 啊 大义领的 他妈的给大伙 这么赢了 主要我他妈输了 哎 他这个朋友看了几天 啊 没啥事留着玩啊 说不是 说那批啊 就是他们傻子面 哎 玩的可能比你们好 人家可不是老千 哎 还笑笑了一下子 这个王龙江啊 那别的不说 说这一天呢 第十一天 王龙江来了 啊 早晨早早的啊 九点多钟就来了 十点多钟上局的嘛 九点多钟 王龙江大哥就来了 来了一进屋 啊 人家说了 哎呀 王龙江大哥 在玩几天呢 啊 人有半局的的 抽水的的 这个 手摆了这个酒店房啊 王龙江一笑 不玩了 这出了十来天了 啊 我这个哈吉店 还有买卖 很多事 我得回去了啊 那个 一会儿清清账 啊 引进那酒店房一吵啊 那现在行 那没问题啊 这咱这账写的 明白办办 哎 不大一会儿 这陆续十点多钟 都进来了 一共能有个十来个人 也包括这个 欠他钱 这个贼啊 哎 刘月奇奇哥的 奇哥一进来一瞅 哎呀 来这么早呢 啊 王龙江一瞅 那个啥啊 那个今天我就不玩的啊 不玩的 啊 这不玩的呢 这玩两天不挺好的吗 哎呀 玩啥呀 我东北有事 啊 那个这次玩的挺开心的了 哎呀 书上的无所谓 关键是认识这帮朋友 那啥 那个 你把账给清一下子 啊 我看那个账物 我刚才翻了一下子 主要你欠我的 其他的 有的这个欠几十的 我看我免一免 啊 你这个欠我两千三百多万 我也给你抹个零头 啊 三百多万我也不要了 给我拿两千就行了 王龙江挺豪爽 不是他一人欠的钱 明白吗 还有欠他三十万 那个欠他四十万的啊 没给现金的 哎 王龙江一笼账 一共两千五六百万 说这么的 零头我都抹了 其他的我也不差了 你给你抹点大的 两千三百万啊 就不要了 你给我拿两千得了 凑个整啊 你看看是给我拿支票啊 还是怎么现金呢 这刘月奇一瞅啊 这逼他们要走 哎 刘月奇一笑 那个 请账啊 你不信你再玩两千呗 啊 再玩两千咱再算 不行 不行了 那个 哥们 我说我真有事啊 这个不是说的赢点钱啊 我不在乎这点钱啊 那个确实有事 我得回去了啊 愿意玩哪天呢 我下次再来 他能来了吗 王龙江自己打 心里面都说了 不来了 为啥太小了 举着他觉得 哎 王龙江讲话呢 愿意玩哪天再玩 啊 再来 我这真的回去了啊 你看看账算一下 刘月奇瞅瞅 那个 这样啊 这个清账 我现在这手里面 也没有钱的 这这这 啊 王龙江一听这话 不是怎么的 清账 我这 我现在手上也没有钱的 你这咋清啊 你再玩两天 不行啊 玩两天 我给你凑一凑 或者怎么的啊 没钱你跟我玩 啊 不是没钱你跟我玩 啊 扒了手指的玩的啊 啊 王龙江大师 有点不高兴了 王龙江讲话 我他妈这么倒霉呢 今天赢两次钱 他妈的 就碰这笔主 该沈阳赢一次钱 四千多万 对吧老姐 啊 不是 没钱你咋心 在玩呢 没钱 旁边有人看不惯了都 因为他们的老板圈子吧 说实话 没有什么老钱啊 都是凭手艺干 其中有这个几个老板 因为都知道刘月琪有钱 说七哥 不至于吧 两天都还没有啊 没有的话 我跟你窜窜窜窜 啊 人家有讲的呗 说别别言外人 东北人瞧不起点嘛 啊 就那个意思 说两千万来说 对你是小钱 说咋的 啊 这没有啊 不行给拿点 刘月琪一百手 不用不用 就刘月琪是大哥几句 人张嘴借两千万 很快就能有人借他 不用不用 那个 真没钱 啊 不是 我老娘讲话 那那你啥意思啊 玩呢 啊 哥们 我这我这来讲话 我输我呢 拿现金的 我这这 你们这输 这签账 这不给解 这干啥呀 玩我呢 不是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我不赖这 啊 那你要是非得着急走的话 不行我就给你写个条 我给你打个条 这完了呗 你过后 看啥时候有时间 啥时候来要了 王龙江一听 我唱你妈打条 你一个唐山 我一个东北的 我啥时候上这来呀 再说他妈打条 明显就是 人家借的钱 他都不借 啊 王龙江一瞅 不是哥们 你不行 你跟他们闯闯 你给我拿两千 我都给你 三百多的 是吧 然后你 你给他们打千条 这完了呗 我一个东北的 你说我下次来不来的 不一定啥时候 有可能我不来的 你这玩意 你不弄回事 是不是 刘月琪一瞅 你这么的 你要不认打千条 还有一招 钱肯定是没有现金的 啊 那个我可以拿东西 顶占 拿东西顶占 拿啥顶占 啊 那时候顶占 输钱 老铁讲话 豪宅了 汽车了 经常事 小的可能你输了 拿个几个雕 拿个金戒指 手表 大哥大哥都能顶 这是大赌子 拿啥顶占 我在老东山上 有个矿 啊 所以这个 矿挺好 不行呢 这个矿也得 十两天多万 我就顶给你得了 啊 矿 龙江大哥讲话 我对矿也不太懂 而且这在唐山 我是东北的哥们 你说你给这家子 我有个矿 我咋经营啊 这旁边有人就说了 哎 有人跟王龙江 处得不错啊 就玩这几天 说龙江大哥 那个他那个矿挺好的 现在还生产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 他这个矿啊 保守的说 只三千万 你合适啊 哎 盯上也行 不匹杀也没有强嘛 哎 有人就私下就说了 王龙江一听 擦你妈 这那么倒霉 应该现金价变成矿了 你这玩意儿 那个 你这么的 明天哪 你令我去看看 我也不知道这矿啥样 我也不懂 王龙江心里面 有他的想法 说他妈的 要是啥也不要 管他妈整个条子 回去也不行啊 哎 那你说他就没钱 你说能咋的啊 王龙江有钱 他不是认为 两千万咋的一眼 说那我明天 我去看看这矿啥样 咱再定行不行 哎 人留意洗一瞅 也没赖账啊 说行没问题 那明天 你要是想行的话 这上午上 我对你上矿上看看 行的话 咱就签合同 啊 这矿就转让给你 就完了股权啥的 啊 跟我就没关系了 王龙江讲话 行 那我回去喝就喝就 啊 明天明天我再说 王龙江这就走了 王龙江走了 回酒店了 当天晚上 龙江大哥回酒店之后吧 越行越他妈别气 你妈的 我他们赢两千万现金 别管哪的 再有钱 我两千万 我他们不也是好钱吗 怎么还变个矿呢 哎呀 这不要这矿也不行 不要这矿 他赖着不给我也弄心 想来想去 王龙江就给大志打出电话 哎 这志哥在和漫画园 晚上没啥子看电视呢 啊 一瞅一瞅 龙江来电话 喂 啊 这野龙江啊 啊 怎么样 你不说今儿回来吗 我这等你吃饭 你晚上还 不是 那个志哥啊 回去啥也回去啊 我跟你说个事 这敢有点事 有点事 啥事 又咋的呢 志哥啊 我赢了 赢两千多万 啊 然后呢 这老板 他妈说 他妈没没钱 啊 他没给我拿钱 这玩意 怎么的 没钱呢 啊 不是你王龙江 这这么倒霉呢 你怎么就碰这事呢 你今年 他妈跟沈阳玩 耍一次钱 没钱给你 到这个唐山玩 还没钱给你 说的不就是呢 嘛 这个 但是吧 这样啊 这个 这老板吧 还行不算太赖 他说他盯我个矿 啊 说这个矿吧 是能吃三千来万 我这没答应啊 因为我是外地人 我他妈对当地也不懂 这矿我也不懂 啊 你看我做机家电 做做做电器啥的行 这矿我也不懂啊 我就合计 你说你说我这要还是不要呢 啊 他们别人说 说挺合适的 这志哥一听 啊 那如果要是给个矿的话 倒也行 那不比啥也不给钱吗 你这么的 啊 没啥事 你不用合计 呃 我不跟你说了吗 当地我有个弟弟挺好吃的 你这么的 你跟他看看矿 看矿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呢 你跟他提的这个唐山的大索 啊 这个 哎 这个董 董 董董文啊 那是我一弟弟 哎 你就跟他提就行了 当地绝对好使 他有可能啊 一听他妈的大索 可能还把钱给你了 这都背不住 啊 啊 就大索 啊 那行 那我知道了这个啊 哎 反正你把握个原则吧 别打仗啊 因为咱们也犯不上这点事 行行行 我知道了这个啊 那好嘞 电话发等着一撂 电话一撂 王荣江心里有点受了 啊 最起码讲话呢 我我我最起码能得个矿 而且就是 即使这个矿 我自己开采 也不会出现啥问题 因为当地有社会大哥啊 大致也说 说这好使 这不时间来到第二天吗 第二天早早的 王荣江跟他司机啊 也赶到咱说这个赌赌赌场 也那边呢 刘月起呢 也很热血啊 一点没赖账 周灵你去看看去吧 哎 找的也是啥的 拉开车拉他上山 上的洞山 找到这个矿 那你一看啊 那矿的工人还能开采 那卡卡干活热火朝天的 矿的规模吧 就是一个中小矿 你就是再不懂的 一不值钱不值钱 他也得值个两千三千万 那绝对值啊 因为每年最起码产量 他也得卖个几百万 啊 是个中小矿 哎 说白了 唐山矿也多啊 各种矿 说你看看这矿行不行啊 然后 这当时他也不太懂啊 他看了一圈 啊 王荣江在懂得法律这些程序 说那我看看股权吧 啊 这个矿啊 等等 那老铁 人家把这个法律文书也都拿出来 说你要是行的话 哎 就把这个户过给你啊 没问题 王荣江一看 这法法 就是说白了 手续都非常合法 都够用 王荣江一醒寸 哎呀 你不能坑我吧 你看我坑你啥大哥 两千多万一个矿 啊 多大点事啊 啊 我钱都输了 我差点钱嘛 这就是没有现金 说白了 一个矿订给你 你合适 哎 对了 我跟你提个人啊 哎 我有个大哥关系非常好 啊 我这个大哥呀 有个兄弟 就在你们唐山当地 知道吧 也非常好使 你可别坑我呀 啊 咋的 还认识我们唐山当地 也是啊 认识啊 哎 他叫董红门 啊 好像还有个董红林吧 大索跟二索 说是亲哥俩 那是我大哥的弟弟 啊 你认识不 大索绝对够用老铁啊 八三年严打 那时候他菜刀队的 啊 老铁八三年严打 能活下来菜刀队的本身就挺牛逼 就像咱说南家支队 张红岩 他们这个侥幸活下来都是手的 大索也绝对是手的 啊 就因为红门集团也非常牛逼啊 这么说吧 九八年咱们东北还有很多大哥 因为几百万 他妈酒店互相开开开会干账的时候 人家大索九八年就做老四来色了 这个大索啊 绝对好使啊 这时候咱说了 他提这个大索之后 刘月奇一听 啊 你认识大索啊 啊 对啊 我认识大索啊 那你认识大索就更不能坑你了 都是哥们啊 啥索没有啊 啥索没有 你就签字就完了 不能坑你 这讲话呢 那就脱体了 那就行了 签字吧 哎 八八八八八 啊 这王荣江就把这字给签了 说白了 人家很顺利的 也通过两天就把这股权呢 转到谁 转到王荣江名下了 这个框就是王荣江的啊 那老铁王荣江也特别高兴啊 非常乐 这王荣江签一些合同之后 当天晚上给他家合同酒清除一下了 最起码河北我也有个框 哎 然后第二天呢 启程就回到哪了 就回到沈牙了 在回来的路上啊 王荣江还给自己的一个小舅子 王荣江小舅子啊 王荣江给小舅子你就打电话了 说那个你去一趟 对到那个河北唐山 对对对啊 那个法律文售查 我都给你发过去了 你拿了个文件的 你去上那块 把那个框啊 对我赢的框啊 你把那框给我封上 因为他他 他赢了之后 那是根呼到他名 那框你再采就不行了 对不对 说你把那框啊 先封上 封上回头看看 咱们是找名媒人啊 咱也开一开 啊 这个接着采一采 是不是 哎 先把这个框给封上 对对对对 别让咱们采了 哎 王荣江的小舅子 就办这个事去了 因为他这么大手 能办这事 那龙江大哥呢 就回到了当时沈阳 啊 回到沈阳 也就回到志哥家了啊 哎 回到这个宾馆呢 跟志哥他们没啥事 在一起聊天啊 待了几天 结果就在他们三天之后 王荣江啊 刚回到沈阳 也就是 也就是第三天上午吧 啊 这跟大志俩 给志哥家聊天呢 啊 志哥还问呢 说怎么样 啊 这次唐山之行 还行 唐山那边人 还挺客气的 啊 没啥说 就那小子妈的 妈不愿给钱 基本给个矿 哎呀 也行啊 最起码这一个矿啊 一年不年 不挣不挣 他也挣几百 也挺好 让我小舅他们干吧 这正老师呢 王荣江的电话就响了 啊 龙江大哥一瞅 谁呀 我小舅啊 我接个电话 这个啊 你接吧 喂 啊 咋的了 姐夫 出事了 出啥事了 你不让我来封矿了吗 啊 咋的 那矿啊 他们还采呢 我来封银银不干呢 啊 我这一急眼 我说 我找一人 我说把那人连走 他妈矿他也不听啊 啊 他们说租给他们了 啊 然后刚才都来部队了 那队伍都来了 来了 他们二三十人小五哥 拿枪他们差点没把我毙了 啊 是是我在搅和他们生产 叫枪毙我 怎么的 要枪毙你 我没听明白 啥意思 哥 咋说呢 好像是他们出租出去了 这个矿是咱们的 那那 好像租给别人了 好像租 跟队伍还有关系 哥 差点给我 给我这么枪毙了 哥 咋整个我也不敢扣钱啊 我操 行 我问问咋个事啊 行行行行你别别别别别跟他们应来你这不行啊好好好啊咱外地人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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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两钱出点啥事行行行行啊我打电话问问 啊 你妈的 啥意思 师哥讲话找出来 那矿的好像有点事 我我我我我输我钱的小子 王龙江啊留了这个刘岳起的电话啊 他俩这个办更名不干啥他有的电话 这不嘛就把这电话不给刘岳起 啊刘岳起这边就接 喂 你好 我是刘岳起啊 不是 刘岳起啊 我是谁呢 我是那个哈吉店那个王龙江 前两天给你耍钱 那个还记得不 那东北那个胖乎乎呢 我知道你啊 咋的了 哥 你那矿 你说我两千多万 我给你吻个零 你把矿顶给我了 我让我小舅去封矿去 我小舅的擦这边也给枪毙了 我说对我上去给嚎走了 不让他怎么 说你出租了 这咋的 啊 你说这个事啊 我去啥事你 不咋个事啊 哥们 你说明白啊 那个 是这样啊 我忘了跟你说了 这个矿吧 在这个 在这个 九零年吧 咱就租出去了啊 怎么呢 租出去了 租给谁呢 那个租给那个唐山的一个租军的一个这个租军了 租给队伍上了 啊 期限是二十年啊 到这个二零一零年 才才才才才到齐啊 现在一直租给他们的 不是 那那那那那你订给我了 把把名货给我了 你租给他呢 那那那我怎么踩啊 哎呀 你踩啥呀 你踩呀 你你你能踩了吗 也也也也也 也也那队伍都租了 都有都有合同的啊 再说也也不能让你踩啊 那那那我和和和 和的我就是个玩的 我就是个名义股权的 持有人的 矿是我的 我踩不了啊 不是你别操执 你操执啥呀 那矿是你的啥时候也变不了 你这样啊 这个因为这个九零年就出租给他们了 啊 然后呢 咋说呢 就是这个你现在要想踩矿肯定是踩不了 你除非呀 你去找的这个队伍 你把那个演员那个猪子给你退回去 但租金也没多少钱 可能是啊 算一下在加利息估计有 有个几百万也够了 你可以退租 哎 但是呢 他呢 不是 我退什么租啊 你盯给我呢 我退租 我上那个人家是我是谁啊 你一个当地的 那个他妈挺牛逼大哥都都整不了 人家都退不了租的 我能退了吗 啊 不是你玩的 不是 你别吵着 别吵着 你要是实在退不了租吧 我还有一招啊 你呢 不行 你就 你就等这个 哎 等这个1010年以后啊 现在是98年 还有12年 再等12年以后 你再踩就晚了 招啥急 12年以后 那他妈 矿那啥的都是有资源的 你当我啥也不懂呢 那就那么大个基本坑 你就挖煤吧 挖12年也挖煤了 那大兴油田都快 基本开采煤了 等他妈12年以后 那矿他们挖煤了 我去挖个袋去了 哥们 你不玩我呢 你不 不是 你你别吵着啊 你还有一招 啊 你不行啊 你你你你 不行 你就卖给别人 就完了呗 像我这 我输给你了 啊 你耍钱经常天南海北的 是不是 啊 你输你输你 你输完了之后 你讲话的 鸡骨穿花的 你卖给别人 就完了呗 反正你有这个股权 是不是 啊 合法的文数 你就卖给别人 或者你盯给别人都行 你输钱 你输两千多万 三千万 你就盯给他 就完了呗 我他妈像你 他妈損的啊 啊 你这小 你他妈心眼 大大的坏了你啊 你他妈玩我独子 你这小 你玩人了你啊 不是 你骂谁呢 啊 我骂你呢 咋的 我告诉你啊 吐了咖 啊 不是 你管谁的吐了咖 我就管你叫吐了咖 大茬子 他妈给唐山 赢我钱 能赢走的 啊 本地人行 你他妈一个外地人 我没赖你 这样给你个矿 就不错了 知道不 啊 你还跟我俩这那那这个三七嘎拉科的 我告诉你啊 有招想就没找死去 啊 有能力你就去把找队伍上把这个权啊 租权给退了 啊 要不然呢 你就卖他啊 跟我基本没关系 别基本给我打电话啊 哎呀 我擦 卖 电话料了 老铁玩的好不好 我这么跟你说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唐山这种事特别多 就是一个矿 为什么说那家总打仗啊 啊 因为一个矿 一整就有纷争 这家也是 这家租这家 这家合同 卖给这家 这家卖那家 一整就一个矿 他们两家三家 都有 这种情况特别多 老铁 王仲江言言玩的 说白了他名义上 是王仲江的矿 但事实上他一点 开采权都没有 有人说那我的矿 我拿着文書 我去采去呗 你去你跟队伍是干啥啊 啊 也那队伍小五哥 能惯着你吗 小秦一插操你吗 你往前一跃 帮帮帮就帮你 人家队伍都已经 转住 队伍都已经 那个雇地方 雇地方的民工 矿工 给他开采呢 谁多大能 能营养跟部队干呢 说白了 王仲江被吭了 这王仲江把这电话一撂 操手大致 大致讲话呢 咋去了 操着把火的 啊 我看你还气口呛 哎呀 志哥呀 别提了 他妈气死我 你这为了这么倒霉呢 你说我97年 输六七个亿 我连杯都没打 给他们都是献起 你说我这今年赢哪钱 今年点还挺高 赢个四千多万 赢个两千多万 你说他妈这两个钱 他妈没有一个通话给我的 你说这回的钱啊 这小丁我这个矿出事的 出啥事的 说我小舅子去封矿去了 人家对面啊 说这个矿 转注给一个队伍了 好像还是一个 不小的级别的队伍 他妈我小舅 操耳门给枪毙了 直接小琴一擦 说再往前靠近 要毙子 你说这多别气 他转注给别人 好像还得十多年 才能到齐呢 名义上是我的矿 我干嘛就没有权力踩 我瞅那矿 让别人踩 你说我来不来气 你说这 志哥一听也听明白 哎呀 刘江哥 你别生气啊 没事 你这样 这个事啊 我帮你解决 啊 不就是这点事吗 王老江讲话 志哥不是钱的事 我他妈别气 我一年不挣 不挣 挣几十个亿 我差那两千万吗 这不他妈熊我的吗 拿我当去吧 二比一吗 王老江也别气啊 这万不是钱的事 志哥一瞅 你提大索 提了 提大索 他这坑的我呀 他还说那大索是他哥们 我问问 我给你问问 实在不行 咱去趟唐山都行 志哥这不就拿电话了吗 喂 啊 哎呀 红文啊 啊 我大志 哎呀 志哥 呃 大索跟志哥也是认识于九十年代中期 啊 大志那公子改河北啊 也也捣得过矿啊 那当年 赶尼加也遇着不少事 后来这个 结识的这个大索他们 包括二索 这回事实际上大志认识不少人 包括三老外 他也知道啊 都不熟悉也都认识 啊 大索啊 啊 我是这个贼 我是那个啊 你志哥 哎呀 志哥 志哥 啊 有事啊 志哥 这样啊 那个 大索啊 呃 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弟弟 在你们唐山呢 啊 因为耍钱遇点事 啊 呃 然后呢 我想他妈去看看解决一下的 你看看能不能 啊 这个帮个忙 没问题啊 志哥 在唐山这一块头 咱说有啥事 你就自身就完了呗 啥事啊 那个志哥 哎呀 也没啥事 被当地的爷子给玩了啊 可能有可能到时候 你还不认识 当地那么大地方 没事没事 你就过来就完了 志哥 啊 我接待你 你啥时候来 你这么点 我呀 我明天 我看看 我不行 我我我我 我今晚不去了 我明天祈祷去 啊 行 志哥 那你来吧 这志哥一合计 说找谁呢 自己去跟那个王龙江 没啥意思 是不是 当时大志一合计 说他把找杜成嘛 啊 因为因为自己去 没啥意思 电话就打给杜成了 那杜成该打的 杜成该普正家 啊 正好那天普正吧 做点饭 家里面啊 普正就把这个小成叫起来 哎 小成赶在正吃饭 有普正 有小成 有文彬 有大卫 还有一个神秘人 小成电话一接 喂 啊 哎 这个啊 啥事 成啊 我跟你说个事 啊 谁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基本 呃 王龙江大哥 你那个你江哥 给那个河北 唐山 什么耍钱 赢了 结果赢 你没给钱 给顶个矿 但这矿啊 他们一女配二夫的 给他们王龙江 给玩了 我去解决一下的 你看你去不去 怎么着 啊 啊 丁个矿 啊 那边别人踩 他不玩人 那边收 一瞅普正啊 讲话 不能当普正面上放肆 赤哥 这笔不就欠熟是吗 哎 熟不熟 是这 我给当地找人来 你去溜达 溜达溜达 去啊 那干啥不去啊 啊 赤哥 我还领个人啊 谁啊 那谁 啊 那个宝哥在这呢 哈 啊 双宝 宝哥在这呢 啊 也也在郑哥家呢 他说跑那儿去 那你看上一次 给北京吃完饭 认识了 这宝哥 这不是来看 郑哥这了 我俩就碰着了 啊 宝哥宝哥 一起溜达去呗 至哥也见过呀 啊 跟双宝 也算是认识啊 那行啊 那你就把双宝 也叫着啊 那好 哎 那你这么的 明天早上上我家 咱们从我家出发 对对对对 好嘞 哎 电话八等一六 那废话不多说 咱们在这种情况下 把宝哥就请出场了 这小诚啊 跟宝哥他俩啊 兴趣投缘 后来啊 绰号 一个是他妈的惹不起 一个是不吃亏 小诚不吃亏 啊 那个贼呢 这这这双宝是惹不起 这俩逼我跟你说 组合也挺厉害啊 大志跟温宾一俩 也是个组合 也挺厉害 这个小诚跟大志呢 还是个组合 他这个组合 我跟你说 多种组合啊 不管谁跟谁在一起吧 反正挺有意思 宝哥这个人呢 因为是河南清风县人 宝哥本身也挺民风 纯朴 挺挺石块个人 98年那时候 宝哥还不行呢 没啥大钱 这不是98年10月份吗 他跟那个小诚 跟大志认识之后 他跟小诚啊 就勾的上了 这不就来到 看郑哥就一起来 说那行 小诚还说呢 说宝哥 明天那个 跟志哥溜溜 上唐山办点事 宝哥一瞅啊 还有志哥 行 明天溜的溜的 废话不多说 时间来到第二天 大志呢 早早的跟王龙江大哥啊 还有大志的司机无名 包括当时王龙江 两个司机 还有谁呢 小诚 宝哥 你包括交元南 哎 元南也都跟着来了 因为元南这时候 在沈阳那外号酒店就住 元南不可能上大志家 或者说上普正家住 不可能验他去也 废话不多说 这些人这些俱全了 一共能有多少人 能有个奇不个人吧 两辆车 这个一见面啊 这个 因为 双宝大哥跟谁 跟那个王龙江没见过 大志见过面啊 一瞅一瞅 这个 宝哥那人挺挺实惠啊 河南话 一嘴红南话 哎呀 这个 双宝山来的 多甜到的 啊 跟小诚 我俩约好了 啊 哎 给你介绍介绍啊 这个是这个 我叫这个兄弟呢 你们的叫哥哥 比你们岁着大啊 叫王龙江啊 哈吉店的这个董事长 也是因为他这个事 咱们上这个河北啊 唐山去办点事 哎 松宝和小诚 小诚认识松宝成 你好 江哥 王龙江投手啊 你好 也没废话 也没跟王龙江戏说 说这个松宝是干啥的 这不一行人就抓紧时间 就往唐山去吗 那往唐山去的半路上 老铁啊 大致就给这个 谁呢 大所打去电话了 红尔啊 哎 我快进唐山了 你看看你接待我一下啊 啊 没问题 之哥啊 你走哪条路 哎 好好好 我现在亲自去 大所非常非常看动这个礼仪啊 领了当时很多兄弟啊 那有个二三世儿吧 亲自来到这个路口去接的大事 啊 那不废话 双方一见面两个车对着一绒 那边两车那边人家来十几个车 一下车大所非常过去就跟志哥来那个拥抱给握手 志哥一瞅啊 红尔啊 挺好的 挺好挺好志哥啊 哎呀 这么多人哪 啊 给你介绍啊 这位是这个我一个小老弟啊 叫小陈啊 这位呢 是这个我小老弟 一个叫这个双宝啊 红双宝啊 你好你好 小陈啊 你好 那个双宝 哎 因为双宝跟小陈都比大所小 哎 哎 你好 那个索哥 就叫索哥吧 这紧接着又给介绍王龙江了 说这个这是我一个好哥们 你看他把王龙江不叫熊的 叫好哥们 说一个好哥们 哈吉殿的啊 那个叫王龙江啊 这个事呢 也是因为他的事起因 所以为他办的事 大所一丑 你好你好你好啊 哎呀 你好龙江大哥 王龙江一丑 哎呀 好哥们 啥所没有啊 我其实我不是什么为了这点钱 啊 我也不吹牛逼 资格改这个啊的你 啊 两千万对我来说 啥也不是 屁都不是 啊 我他妈为了这口气 别气 不玩我你们 我一脸我不挣不挣 大只一丑 别别别 王龙江哥 打住打住 王龙江一丑啊 大只讲话 接下来你要说啥 我都知道了 他你们可别当大所面前吹牛逼的 大所也有钱啊 那意思拉倒拉倒啊 王龙江一笑 大所一丑 这笔他妈的 啊 王龙江讲话呢 还能装个笔 还把这事说了 你还得帮我办事啊 大所一丑 行行行 咱们先吃饭 先吃饭 吃完饭咱办事 大所亲自给当地一家这个酒店啊 邀请了大伙 这么还有大所的兄弟做陪吧 一行人 有二多人坐在一个大桌里 这废话不多说啊 酒过三薰 菜过五位吧 大所就说话了 说那个 志哥呀 咋回事啊 什么情况 这时候就已经是下午时分了 吃完饭都已经 你们一两点钟了 大所一听 哎呀 龙江大哥 这个事啊 你是外地人 你不知道 志哥啊 哎 这个咱们唐山这个地方啊 就因为矿上的纠纷 太多了 有时候武林安的长岗都用上了 就这事很多 一女配二夫 配三夫的都有啊 正常啊 那个 太正常了 那个这样啊 就这点事呗 倒是假话了 对 就这点事 对了 之前 签合同的时候还提过你呢 我让那个龙江提你 人家说 说好像认识你 说都是哥们 但是人家 还是把他妈的龙江给坑了 是吗 你这么点 啊 龙江大哥呀 谁呀 啊 叫啥名字啊 王龙江一瞅 他叫这个刘岳起 啊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反正我跟他提的时候 他说你们都是哥们 大所一听刘岳起 啊 大所认识 也是当地一个非常有钱的企业家 我跟你说 一旷都不止一个啊 很多产业 咱就不细说 大所讲话起歌呀 大所讲话怎么的 啊 大所认识啊 要你为难的话不行 我再找找别人 那不至于 这个啊 你这么的 想达成一个什么结果 这哥讲话咋的不行 就把钱给了呗 或者把矿退了都行啊 咱也不难为的 那行 我给你打个电话先啊 不行我去一趟 这不大所拿电话 就给这刘岳起呀 搬过去了 那那边这个刘岳起 企鹅呢 也接了 刘岳起当地也算是个名人 哎 就接了 刘岳起在哪 在当地一个厂子里面 跟他妈几个人打麻将呢 啪啪 干着麻将 最近他妈没查大局啊 干个小麻将 输赢 研的也是他妈几十万的啊 最低马几十万输赢的 小麻将巴巴正咳着你 啊 刘岳起叛马糊糊的 也是这么个 跟王仑江啥挺像的 也叛马糊糊的啊 也打嗝 四六四 电话就想 喂 啊 我刘岳起啊 谁啊 哎呀 起哥 你好起哥 啊 那个 我谁呢 我是红文啊 哎呀 红文了弟啊 哈哈哈哈 我先谁呢 啊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呢 有啥事啊 那个 起哥 我问一下 那个还真有点事啊 麻烦你 你说你说 哎 说前段时间 你是不是耍钱 输了两千多万 然后没给人钱 搁矿给人顶账呢 是不是有这事 有个习一听 啊 对呀 有这事啊 你怎么知道你 咋的老爹 有人找你啊 哎呀 七哥啊 该说不说啊 那个 别的就不落了 这伙人啊 就是赢你钱 这个人呢 叫王龙江 是我一个好大哥的哥们 啊 那也是我哥哥啊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 呃 既然找到我了 七哥 你看咱都挺熟悉的 呃 你这么呢 你给我个面子 你把这个矿啊 不行呢 你就这个收回去 把钱给他 收多钱给他 多钱就完了呗 据我所知 你也不差这点钱呢 是不是 七哥 不是 到时候啊 跟钱没啥关系 你不知道 我们在一起耍钱 那逼挺嚣张的 说话挺狂 赢完我钱了 我也没差到钱 我给他矿了 他他要是不得意的矿 他就退租就完了呗 不是 七哥啊 据我所知 你这个矿已经租了 还租给什么队伍上的 那他不可能给他退 对不对 而且还有十多年呢 那他们等十多年再采完了 那矿都光了 咱都懂着事 你这么的 你给我个面子 你要不就是帮他把矿退了 退租啊 让他自己采 或者呢 你把钱给了 就完了呗 是不是 我大索的 就算欠你个人情 咱们之间呢 啥事呢 说实话 那都找回去了 对不对 七哥 不是 那个大索啊 不是面不面子的问题啊 啊 这事可不是给你面子的事啊 你看别的事行 大索啊 这个面子哥哥给不了你啊 啥玩意儿 大索当时也是一愣啊 没想到对面能说出这话来 不是 七哥 一共两千多万 咱们不至于说的唐山这么大地方 咱也认识好几年了啊 说不认识这么大 不就是 不至于两千多万 再伤了咱俩之间的感情吧 对我 七哥 不至于吧 不是 什么感不感情的 大索啊 你不懂 这个事吧 是原则 他一个外地人赢的钱 我都不会赖 他仗就不错了 而且这笔小子 我瞅他就挺来气 我说实话 我跟你说 他那矿呢 他就那么地了 他要不行 他就把卖出去 就完了呗 击骨穿花 他也经常耍 他就卖给别人 就完了呗 不是 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啊 七哥 我最后再问一遍 那个 咱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矿 你看我面子 就收回去就完了 就把钱给他两千万嘛 两千三百万 给你个三百 大索 面子给不了你 对不住了啊 你看别的事可行 这个事肯定不行 七哥 你要这样是的话 那咱俩见个面 唠唠你 见个面 咋的 啊 大索 我听你这话里话外 有有有有有 有人认 你这咋 你要见我 面干啥 要揍我呀 揍不揍你 这玩意 你和去呢 你一个耍钱 输钱了 你说你还赖人家账 哪个破壁矿 一女片夫 你还糊润人家 我听说我那哥们啊 前合同的时候 还提过我 也没打我当人呢 哥 你看我挺尊重你 咱见面把这事唠唠得了 你在哪里你说 不是大索你觉得你现在行了呗 啊 你藏山一把大哥了 你跟我俩这个大哥的 还还见我 还要揍我呀 啊 大索 你他妈来我还能怕你 怎么的 不是 我没说你怕我 你就说你在哪里 咱见面闹 啊 你告诉我你地方 我去找你去 我他妈告诉你 能咋的 不在三老歪这呢 啊 你过来吧 啊 我改口一车刚这呢 你来吧 啊 你敢三老歪呢 行 你敢三哥呢 一会我去找你去 你来吧 干谁俩呢 大索 我跟你说啊 我好说 我跟你挺客气的 我跟你唠嗑啊 你别拿你那个社会圈 那时候你就争我啊 我跟你说 我等你 嘲 电话八等就了 他说到这个三老歪呀 老铁啊 这个苏果毅 果毅特纲啊 呃 这么说吧 这个 这个三老歪是啥呢 三老歪你看啊 非常牛逼啊 有钱 因为他这个特纲 这么说 他这个特纲 就啥叫特纲 就特级那种钢材本 咱们理解的那个钢号特别好 他那特纲都运到军工上了 就有些坦克啥的 一些装甲车都用成的特纲 啊 所以说三老歪那个钱非常大 啊 非常牛逼 三老歪啊 也是个也是个大富豪嘛 他们在一个圈里打麻将的 你说跟三老歪一起玩的 能他妈差吗 这人 大叔把电话一撂 没头清楚 瞅瞅大致 啊 大致讲话了 咋的呢 红文啊 我听这个意思 我听这个意思找的好像对面不太给面了 这个啊 妈的 这小子我认识他好几年了 原来跟他不找来往 有点逼钱 啥买卫都设计点 啊 今儿不怎么的呢 抽他妈先锋呢 你这么的 啊 这个啊 哎 三老歪你不也认识吗 这个一听三老歪我知道 我认识 他好像在三老歪这 不行咱一会上三老歪的去找他去 啊 见面再跟他说呗 这个讲话那也行啊 那咱就别吃了 我先给三老歪打个电话 我问问 他咱们的三哥的 大索都管三老歪叫上三哥啊 电话八八八就挥过去了 三老歪是又大呀 三老歪还问这个谁呢 问那个 刘也起 咋的呢 啊 起哥 你看起哥比三老歪还大 老歪啊 他妈的谁 大索啊 这把灯喝的 我前两天输钱的 输给别人顶个框 有点输的多少 哎 老外弟 大索他妈替他出头 跟我俩灯喝的 还来找我呢 妈 你说跟谁俩呢 你说这大索啊 三老歪一瞅 不是 大索跟我也挺好的 那洪文不错呀 那可别打仗啊 这是 他来找我呢 我能惯着他吗 他是不是不知道 我他妈啥背景啊 啊 老外啊 你说 三老歪讲 哎呀 大索拿电话 我接一下 这不三老歪拿电话 就开始接电话了 喂 哎呀 洪文啊 那个 三哥 我喂一下 那个刘月起 该你那家打牌的吗 啊 在这呢 在这呢 洪文啊 咋个事啊 我就听打电话 咋你俩枪见了 可别打仗啊 啊 那个 这个起个人也不错 你说你这大大索 你跟我也挺好的 你尤其到我这家打牌 你千万别打仗啊 你来可行 唠唠唠 咱都没没问题啊 没事 三哥 啊 我现在就过去 啊 没事没事 没事啊 可能领的人呢 你可能还认识 等会儿见面再说 谁呀 你见面再说吧 好了啊 哎 他不在那呢吗 啊 他在我这呢 行了 大索把电话这么一撂 大索脾气上来了 说他把你个刘月起 你也就是个企业家 你给我俩灯喝的 大索拿电话 就打电话给兄弟了 哎 可以吧 就点兄弟 对 把家伙事带上 啊 一会儿到楼下 到这个酒店过来 对对对对 一会儿他们去一趟 上哪 上三老白的鬼特纲的 啊 你离地心往那去也行 到门口等我 好了 大索就找人了 大索讲话了 大索啊 那个 尽量 别动手啊 因为大索知道 唐山那块挺乱 大索一笑 没事 这个 在唐山那块 人红文不吹牛逼 一般人啊 我都能拿捏了的 小诚一瞅 这批人就欠兜 啊 等人喝了一会儿 走他 宝哥一瞅 小诚啊 你的脾气 你得改 像我这点 出门尽量闭着 小诚吵吵吵吵吵吵 宝哥 你没事啊 你如果有啥事 你就吱嘶 啊 你 宝哥俩上的 一会儿咱去 咱给别讨的烟 啊 你看一只个 谈咋办就完了 宝哥还欠小诚呢 这不当时宝 宝哥小诚什么 包括王荣江 娇严男 还有当时的大智 你包括当时大佐 等了一个十分钟 你大佐的兄弟就来了 来多少人呢 来了可能得有十五六个人 人不多就来十五六个 大索给唐山本事也不用人数多 明明就赶紧 这十来个人这不就到了吗 人家那边就告诉大哥 还有几个兄弟先到这个特纲门口 大索让他出发 大索就往那边走了 那领着大致他们往那边 这个苏果毅的果毅特纲走 这时候果毅他屋里面还有两个朋友 一听说大索要来 人家刘伟喜就骂 你妈比大索当时喝的装什么笔 猜到最出身咋的 跟我俩玩社会啊 他真不知道我啥样 他不就跟张和好吗 他把打着打着 三老板也劝他一下 一会我劝他 大索来了 那俩朋友他们知道大索的狠毒 也不知道这个刘伟喜不是好惹 人家不谈的事 说那个喜哥 我俩还有点事 我俩就先走了 走吧 那俩拍搭子 人家不玩了走了 那有人说说说这个 刘伟喜找人没找人 谁他也没找 人家就没判 大索 往这屋里面一做气 还那么直骂呢 说大索要逼的矮子 跟我俩这个那个的啊 哎 正说话 啊 大大智还有这个 人家这个大索 他们就到了 到国一特纲 那个给三哥还打个电话 人家门口也有那个 这个那个门尾啥的 啊 说三哥 我们到了 啊 哎 行行行 我下楼接一下你啊 大索 三老外还说 乐哥还说 说那个 岳哥 你可别生气啊 大索拿着我接一下 三老外下楼 李老远 哎呀 大索啊 哎呀 这个 三老外跟这个认识啊 就我说 这个我这没有乖那么靠 但他俩是认识的 大索一丑 哎呀